这些人被放倒之后 嫂子拿出手机 给和大炮去了一个电话 和大炮怎么说都是一家之主 要是那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情况 那是肯定要出问题的 和大炮接通电话还没有吭声 结果嫂子就将这边的事给说出来 顿时和大炮的心中就有些愤怒 也就是他家庭特别的特殊 所以才没有出事 要是换一个人的话 肯定是有大麻烦 想到这里和大炮让嫂子将人给抓住 他这边询问一下该怎么处理才是 张猛都是有些无奈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和大炮那边竟然出事 这肯定是会导致暴露出来 除非是这些家伙直接被人给合理蒸发 要说制造出车祸的话 这事是很简单 但是这后面的隐患很大 况且那些人也不是罪该万死的家伙 该怎么办呢 张猛看着何大炮说道 这一句话看起来是在询问对方的意见 但是更多是给对方自己处理麻烦的余地 只要不是太过分了 张猛都感觉是可以支持的 这个我也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是真的不甘心 这些家伙 竟然这样对我的家庭 我是真的想要将他们给干掉 和大炮很是愤怒地说道 他一直那么拼命 为的就是自己的家庭 但是现在有人碰触他的逆临 他自然是要出手做出那些事情了 张猛迟疑了一会儿说道 行啊 我也知道你的心思了 但是这一次的话 有些东西 我们也是要好好地考虑一番再说吧 至少是不能够被这些家伙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 又或者是这些家伙故意伤害人 被拘留一段时间如何呢 主要是现在张猛不想引起太多的麻烦 因为他还是想要将人给低调处理 做成是那种巧合 当然张猛也是知道 这样的时间不可能持续太久 但是他只要这几天可以隐瞒住就可以了 和大炮有些失望张猛的态度 按照他想来 张猛应该是支持 他将人给处理才是 他也是理解张猛的情况 因为要是真的那样做 那他这也算是暴露 对了 你老婆是什么情况 张猛也是突然想到的 那么一群人去 竟然被和大炮的老婆给收拾 这简直就是一个离奇的故事 要是和大炮的老婆没有一定的本事 那是肯定办不到这样的情况 听到这话 和大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老婆就是和我一样 都是退下来的人 只不过是我先出来找工作 他在家看孩子罢了 哦 我明白了 他有没有兴趣过来一起工作 要是暴露了 那就暴露了 你们看着自己的安全就可以了 张猛也是想到和大炮有本事 那他老婆应该也是不会差 即使是一般般都好 那也是可以给自己的女人当保镖 啊 和大炮有些错愕地问道 这个真的是可以吗 和大炮之所以想要创业 那也是因为他需要一些位置 给自己的兄弟和老婆 若是张猛可以满足这些 那他还去瞎折腾什么呢 哈哈 这个自然是可以了 不过我也是要看看他的本事 要是没有本事的话 那是不可能给和你这样多的钱 这个你明白吧 张猛也是需要有女保镖 他这边有许多的事情不方便去做 现在要是有两口子的话 那也许是可以的一起办 明白 我们现在先布置的情况 到时候再说吧 和大炮倒是对现在的一些情况心急如焚 他迫切地需要改变一下现状 很快 两个人就继续商量 这些情况倒是很简单 只要钱协调好了 其他的情况都没有什么好在意的 在和大炮这边思考 怎么处理后续的时候 姚强有些急躁地问道 怎么 你的小弟还没有给消息你吗 胡歌也是有些干大的说道 这个还没有 估计是很快就会有消息的了 是吗 姚强不是那么相信地说道 希望你不要搞错情况才是 要知道 现在许多人都是指望看我们的笑话 要是你出了差错 那你以后 估计就是没有机会的了 胡歌深呼吸一口气 随即给自己的那些小弟 去了一个电话 但是在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是已经关机了 第二个也是这样的时候 他就意识到 自己这一次要有大麻烦了 那就是这一次他的小弟们出事情了 怎么 你不会告诉我 他们出事情了吧 我告诉你 要是那么容易出事情的话 那什么都不需要说 你给我滚就是了 姚强是真的愤怒了 他就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下面的人 一点小事情都没有办法办好 听到这个 胡歌也是有些沉默 最终看着对方说道 老大 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我会让人直接出现在你的面前的 哈哈 一个小时 我倒是想要知道 你一个小时会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 姚强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他自然是知道只有足够的压力 那才是可以将人给控制住了 胡歌走出去 迅速给自己的那些小弟去电话 随即又去派出所那些地方走访 最终在一家看守所找到了自己的小弟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 胡歌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下面的人 竟然一下子就被送到这边来了 哎 这个事 那也是没有神要办法的 老大 我们去到那边 那是一下子就被人给放倒下了 当时我们的那种心情 都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没有错 老大 我们也是有些委屈啊 老大 带我们走吧 一群人都是看着胡歌说道 他们都是知道 胡歌有很大的面子 只是这一次胡歌的名字不是那么好用 没有听过 不要说胡歌 你就是姚强亲自过来了 我也还是那么一句话 好了 没有事就不要在这里阻碍我们办事 这里是看守所 不是你家 许多警察都是没有心思理会 这人说道 胡歌是傻逼了 他不单只是僵尸给弄出情况了 结果还让自己的小弟也是被人给抓进去 最为重要的是他还不知道和大炮是否知道这个情况 要是知道的话 那是肯定会对他们翻脸的 这是一个十分大的问题 翻脸是小事情 主要是影响了他们的计划 那到时候他是会死无葬身之地 要知道姚强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 只要是让这个家伙不顺心的事情 那都是会引起大麻烦的 这不 胡歌在刚刚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联盟给一个电话和大炮 兄弟 现在在忙什么呀 现在在陪伴老婆 他娘的 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缺德的家伙 竟然想要将我老婆给绑架了 而且还是一群人 要不是我老婆会一些本事 那估计现在他已经被人给带走了 和大炮的一句话 让胡歌心中也是有些激动 这是对方不知道是吧 这样的事是该处理 不知道你该怎么处理 我这边也是有些门路 可以帮你将事情给办得漂漂亮亮 得了吧 现在我是想要将那些王八蛋给打一顿 这样就是有可能会耽误计划 你那边应该是有许多的人 你可以帮我将人给弄出来吗 为了将和大炮给拉住 胡歌也是想出了许多的办法 但是他知道自己这一步的麻烦 那是不会少的 两个人继续说了一会儿的话 胡歌这才挂的电话 之后他很是恶狠狠地看着远处 他现在都不明白 他娘的 现在做什么事都不顺利 这是想要搞出情况吗 突然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的事情已经失败了 那该怎么和姚强交代啊 这是一个十分正常的问题 姚强可不是什么好人 那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家伙 想到这里胡歌给自己另一个战友 猛哥去了一个电话 现在也就是只有这个人可以救他了 什么事情啊 胡歌 你这是在耽误我发财啊 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那还就是这样挂了吧 现在猛哥是在算计一个人 他也是快要弄到钱了 所以他才这样说的 兄弟 这一点事情 我也不想找你的的 但是我现在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刚才老大交代的事情 我是彻底办砸了 现在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不会吧 到了你出手 你竟然都还可以板扎的 你这是做什么了呀 唉 这些事情都没有办法说了 我现在只是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说说情啊 我给十万块你 这样的事情可以吧 胡歌想要让人出手 那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至于所谓的友谊之类的 那是给大家看看的 许多人是连一些基本的东西 那都是不愿意理会的 很快 姚强就接到了猛哥的电话 老大好 猛哥是先一句话开口试探性的 询问一下对方想心情 要是对方担心心情差 那自然是不乱说什么了 要知道钱是很可爱 但是有些东西却不是钱的问题 不要废话 你在这里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要是没有的话 给电话我干什么 你不知道你随时都有可能 处于危险之中吗 这个倒不是 只是刚才胡歌给一个电话我 告诉我 他的情况已经十分的不妥了 希望我可以帮他说说 所以我就来一个电话了 这一番话的话 那是让姚强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这算是什么情况啊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反正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需要了 好了 就这样吧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姚强是这样干净利落的 将电话给挂掉了 当电话挂掉之后 他眼神有些闪烁的说道 奶奶的 现在竟然是已经有人愿意帮你说话 既然这样你是死定了 办事不会 竟然还敢在我下面团在一起 这是想要反抗我吗 要知道 姚强一直都是不喜欢自己下面的人 太团结 因为这样是很容易就违反他的心思 但是现在就是有人这样做 所以这样的事情也是注定了 胡歌要悲剧的了 只是想到那些事情都失败之后 姚强心中有些不爽 他拿起自己的手机 又拨通了几个号码 张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所以他是连夜就布置好了现场 然后和大炮就是去迅速将东西给偷取出来 东西已经被他给弄走了吗 张萌坐在椅子上 旁边则是他的一群心腹 已经看到了 不过他现在的动作倒是很不是那么合适 他这样很容易就被人给看出情况 芈月倒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人 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了对方在看摄像头 看出来就看出来吧 主要是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谁知道姚强那边会不会有什么疑心 况且我们这些东西 一般的情况 那是不会有人看到的吧 张萌也是很自信自己这边的情况 那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背叛者 不是 老大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呀 姚强下面 不是只有两个直系小弟了吗 乔庄也是有些纳闷了 因为他一直都是想不明白张萌为什么要将养蛇基地的一些东西传出去呢 张萌没有吭声 只是在心底叹息一声说道 你以为我是想要这样的吗 要是可以的话 我也不想的 但是问题是我要是不搞出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还不被人给继续调查 所以这一次只要有那么一个情况 我就可以借口封闭住这边了 张萌想的事情自然不是他们可以理解的 况且他也不可能告诉他们 那些人看到张萌没有吭声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继续询问了 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 那都是要做一个聪明人 做一个有眼神的人 一个个都是笑呵呵地说其他的情况了 此刻和大炮也是给电话胡哥那边 说自己这边搞出了一些东西 现在就要见面交易 不过需要一些钱 还有就是帮他一个忙 胡哥是真的震惊了 要知道他本来都以为和大炮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了 怎么说和大炮的家人差点被人给绑走之后 那是不可能有什么特别情绪 只是谁想到和大炮竟然那么迅速 就将事情给办好了 胡哥不敢立马答应 反而是对和大炮说 他现在在忙 给他半个小时 在胡哥挂断电话之后 他是马上给姚强去了一个电话 什么事 姚强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他现在是十分的闹心 所以他在接到电话的时候 那是自然没有什么好脾气的了 老大 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 和大炮说他已经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 这个事情你看怎么样啊 胡哥也是不敢多说什么 因为他是知道自己一旦要是说多了东西 但是又是虚假的话 那他是下场是十分凄惨的 哼 拿到了东西 这一点事情你相信吗 不是我说 就那个地方 要是没有意外的话 那是怎么都不可能那么容易的 你待会详细问问看 那是怎么拿到的 姚强不是一个草包 所以他是很清楚一些情况的 听到这话 胡哥也是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 这不 在挂掉电话之后 他一下子就拨通了一个电话 给另一个被他们给收买的人 你是在那边基地看着 你知道那边是有什么动静吗 胡哥很是小心地问道 他也不敢问得太直接 有些东西要是因为自己这边的疏忽 被人给知道了 那就麻烦了 这个没有什么情况吧 不过我们老板还有其他人也是来这里 似乎是有什么大事一样 那个被收买的人是没有资格知道太多的东西 但是他观察到的一些表面情况就已经足够了 在这里 胡哥就有些急躁了 这情况不是想得那么美好啊 想到这里 他立马是让对方继续观察情况 很快就传来消息 张萌等人是一直都在监控室 似乎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顿时 胡哥就知道情况是自己这边希望的这样 在有结果之后 他是迅速给电话和大炮了 要知道现在机不可施 谁知道和大炮会被人给发现吗 只要东西到了他们这边和大炮的生死 那是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人都是那么的现实 至于那些所谓的责任之类的 那是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两个人是约定在荒野见面的 那些地方人很少 所以也不可能会被人给发现什么的 东西到了吗 已经有了 但是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一件事 要知道我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所以你们要是帮我将事给搞定 和大炮看着他们说道 他的眼神有些坚定 胡哥却是在心底说道 他娘的 只要东西到我手上了 你什么东西也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过心中想的事情是那样 但是说的时候却是 这个自然是如此了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只要我这边可以搞定的 那就是可以搞定了 我老婆和孩子被人给袭击了 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报仇 我知道那些人在哪里 所以只要将那些人给打断腿 这一件事情 我就彻底帮你们干了 我手上的东西也是分成两部分了 现在给你们一部分 让你们知道这些东西 还有另一方面 则是后面再继续 和大炮之所以这样说 那也是张猛踢出来的 为的就是恶心这些家伙 这不 胡哥是真的被恶心到了 但是他还没有办法说 要说那些人都是他的小弟 那是要有大麻烦的 只是要什么都不说 他又不去做的话 那是更加的扯淡 想到这里 胡哥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是有些纳闷了 我们是给钱你的 当时我们好像是没有说这个的吧 这个东西是没有说 但是那个时候 我也是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 要是你们没有办法的话 这钱我给回你们 我去找有本事 可以办这事情的人就是 和大炮有恃无恐地说道 仿佛他是什么都不在意 这一下子就让胡哥有些傻眼了 这该怎么办啊 要知道 一旦和大炮是真的不给东西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和姚强交代 要说别的情况 那也是没有办法这样的 想到这里 胡哥有些迟疑地说道 这个事是可以办到 但是你也是要先给东西我们吧 呵呵 和大炮却是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一个劲的冷笑 他很是清楚 这是会变成什么样 胡哥是要被气得吐血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 只能够答应 至于那些办事的小弟 只能够被说一声对不起 当然 胡哥在思考 这找谁去办 这倒是有些困难 要知道那些小弟 都是为他们办事的 但是转眼间 确实被人给废掉 这不是在打脸自己 最终 胡哥还是答应了 但是和大炮 却是要对方先废掉那些人 那才是有剩下的一半 现在他也是只给一半 这也是导致 胡哥是想要干掉和大炮 不过想到和大炮的战斗力 胡哥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最终 他只能够低头了 当和大炮将东西 给了一半胡哥的时候 胡哥也是拿出自己的手机 看了一下那些东西 果然是一些文字之类的 虽然他是没有怎么仔细看 但是 这却是有东西的了 好 反正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即使是想要做那样的事 但是胡哥也不想给和大炮 看到那些东西 很快 胡哥就离开了 和大炮在原地看着这一切 他冷冽地说道 真的是蠢货 竟然不知道死到临头了 我倒是想要知道 老大会怎么收拾你 当回到住的地方之后 胡哥确实有些苦恼了 现在他是谁都不相信 而且还有一些事情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要知道一旦真正将自己的小弟给废掉了 那以后谁敢跟着他混啊 但是现在要是给姚强去电话的话 他也是不敢 生怕被对方给骂死 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是没有看见过 所以现在他是将这个事情给悄悄办了 胡哥的动作是很迅速的 他也是有一些关系 所以是在半夜的时候 就让人将自己的小弟给送到拘留所那边了 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人 你们都明白了吧 知道了 但是他娘的 这个任务也是有一些风险的 这是够呛的了 得了吧 做什么没有风险的呀 这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 你说那么迫切出手 这是不是会引起有人注意呀 谁不知道 但是你也不想想这样的价格 那是会一般人吗 几个人都是顺利的 被安排到那些家伙的身边 这也是有些运气和认为的因素 这也算是如此了吧 那些之前去绑架和大炮家人的家伙 那是一个个都有些紧张了 因为突然进来的人 那是看着他们笑起来了 你们看什么看啊 信不信我废掉你们 他娘的 你算什么东西 怎么进来的 也敢看着我们 好了 不要吭声了 大家都安静一点可以吗 几个人的反应都是有些怪异 但是他们还没有说多少话的时候 那些警察却是恶狠狠地看着那些人 因为这是不将他们给当一回事啊 不好意思 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 抱歉 我不敢了 都安静一点 一个个都是迅速安静下来了 当他们安静之后 那些奉命进来废人的家伙 那却是有些活跃了 本来他们还怕待会有些痕迹太过明显了 但是现在这些家伙 嚣张到这样的地步 那是没有多少心思 这些家伙这样招惹他们 待会被打残了 那也是有一些可以说的 不过 他们也是什么都没有说 那是等人先处理了这里 很快 这些人都是关灯睡觉了 看起来是一片和谐 但是当时间到了半夜的时候 那些人却是顿时苏醒过来 下一秒钟 一个个都是看着那些目标人物 一个拳头直接打在他们的膝盖上 啊 惨叫声很大 但是什么人都没有看到 甚至有些人看到了 也是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生存的智慧了 知道太多东西的人 那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第二天早上 胡哥才是给电话对方 此刻和大炮才刚刚上班 他接通电话询问起来问道 不知道事情怎么样呀 哼 我这边的事情 那你是可以放心的 但是我也是有一个的话 那就是希望你拿到的东西 值得我们的付出 要知道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胡哥也是很清楚地说到 他现在是怕被人给利用了 说真的 和大炮也不是脑子 这样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是出现什么错误 所以他是立马表示 自己这边没有什么情况的了 两个人再度交易 还是之前的那个位置 当两个人将东西给交易之后 和大炮看着对方说道 你放心 这些事是你自己的 我也不会去理会 而且我也不可能做什么错事 就这样吧 我先撤退了 要不然时间长了 我也是不好过的 和大炮走了 然后胡哥带着东西 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他迅速打开了邮盘 他一下子就看到了一堆的数据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要说那些数据的话 他是看不明白的 但是他也是没有想到 自己会看到一些文字描述 显然这是张萌给这里的备注了 他娘的 这不是在扯淡吗 要用那么多新鲜的肉 那价格都是什么样的了 算了 我这一次也算是看看 需要什么东西吧 胡哥很快就是将这些给看完了 看完之后 他是不得不佩服 做出这个东西的人 那是简直是一个神迹来的 不过他也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所以胡哥是迅速给姚强去了一个电话 姚强在接到电话的时候 还是冷冰冰的说道 怎么 那个东西已经处理好了吗 已经处理好了 我也是已经看到那些东西了 只是我也是没有想到 张萌的手段真的是很不错 我们也是完全可以拷贝出来 只是不知道他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成本会那么少的呢 胡哥也是一个有一些见识的人 所以他也是有些疑惑 这个事情谁知道啊 但是现在已经有效果了 那就已经足够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理会那么多 这一点你明白吗 还有养蛇基地 我也是已经找到了 待会你就弄一下就是 姚强很是肯定的说道 他也是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了 听到姚强的话 胡哥的冷汗都出现了 这东西要是真的可以出现成绩 那它是没有什么 但是它要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出现的话 那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想到这里 胡哥连忙劝阻说道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呀 我们是不是先实验一下呀 他娘的实验什么呀 现在想要光明正大的弄张萌 那是有些困难 这样还不来的话 那后面我们怎么办啊 姚强是一个急躁的人 尤其是在遇见张萌之后 他更是想要时时刻刻干掉张萌 就像之前的韩千锋那样的存在 姚强一直都是想要将对方给弄死 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 如今张萌这边有办法了 他自然不可能迟疑的了 胡哥现在只能够祈祷了 他是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选择了 很快 胡哥就去姚强找到的地方 然后他按照那些东西 将那些方法给人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给小部分人 而且那都还是他的心腹 谁要是敢说出去的话 那是肯定会是死路一条的 什么 你不说胡哥也是已经将那些给落实了 你这是再给我开玩笑吧 那个家伙也不验证一下 张萌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他是十分的震惊 他是从未想过会有人那么脑残的 要知道 真的是这样做的话 那是明显会有一大堆的麻烦 这个事情 那也是他刚才和我说的 而且他一直询问我 这东西没有遗漏吧 实际上 即使是和大炮 都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谨慎的姚强 会做出那么疯狂的事情 这次 要是胡哥 没有办法弄出什么东西的话 那胡哥是肯定要死无葬身之地的 哈 这次算是走运了 我也不说什么废话 反正这一次我们都是要看到那些家伙 怎么死的了 还有他也是按照你说的去做了吧 那接下来你是可能会有些危险的了 因为我会做得十分彻底的 张萌一直都是一个十分疯狂的人 他既然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自然是不可能给人机会翻身的了 是的 和大炮也是知道自己想要让张萌信任 那是必须要有牺牲的 要是什么都不付出的话 谁相信他的话呀 这不 张萌也是已经将之前那些家伙的事情给弄出来了 很快 当地就流传了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吗 据说姚强下面的人 那是为了获取利益 真的是不择手段的了 不单只是收买人家的心腹 还想要将人给害死 当然 他也是不放过自己的心腹 这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不会吧 你说的是什么人啊 不就是那个胡歌了 那个胡歌下面有一些小弟 我也是认出来的 但是就在昨晚的时候 他那些在拘留所的小弟被人给废掉了 至于怎么废掉的 你们知道吗 那是胡歌亲自找的人废掉的 至于原因吗 说来你们都不相信 那就是胡歌安排那些小弟 去绑架那个心腹的家人 谁知道那个心腹的家人 很牛逼哄哄 将一群人给送到警察局去了 后面的事情就精彩了 那个心腹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所以找胡歌去帮忙 于是那些人被废掉了 这话说的不是那么清楚 甚至不是那么敢指名道姓 但是许多人都已经猜测出来 那是张猛和姚强的斗争了 这一件事情真的是传播的不需要太快 在拘留所里面 那些人也是有些疯狂了 要知道即使是被人给废掉了双腿的时候 那都是没有知道自己被老大背叛的那种痛苦 他娘的 你们知道了吗 昨晚这里被人给废掉的那些家伙 一个个竟然都是胡歌的人 但是废掉他们的人 那也是胡歌的人 这让我有些看不明白了 呵呵 这个有什么不明白的呀 那不就是出卖自己的小弟换利益吗 这些人也是有人跟着 真的是瞎眼了吧 许多人都是议论纷纷 甚至就是那些废人的家伙 那也是有些惶恐了 因为他们也是担心自己被人给废掉 要知道 他们也是跟着胡歌混的 兄弟 可以问一下 你们知道这些也是你们的兄弟吗 一个文龙画虎的家伙 走过来看着他们问道 一个个都是沉默了 他们进来的时候 那是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知道大概是什么人 现在倒是好 这些都是和自己这边吃一碗饭的家伙 那都是被自己这些人给废掉了 以后出去的话 只怕是其他人都找自己麻烦了 怎么 这样都不敢说吗 知道 还是不知道啊 令人有些不高兴的问道 他一方面是因为 想要知道这个情况八卦一下 还有另一方面 则是他的上面和胡歌有些合作 但是胡歌要是这样的人 那自然是不敢继续合作的了 这也是不奇怪 一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没有人敢继续信任的 这个我们之前是真的不知道的 他只是告诉我们 进来废掉什么人 他娘的 这一次麻烦大了 许多人都是这样说到 但是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其他人都是已经靠拢过来了 在知道这消息之后 他们都是心中已经乐呵起来了 后面出去是肯定有好情况说的了 与此同时 胡歌那边的养殖 却是出现了问题 实验的几万条蛇 却是一夜之间死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死的呀 胡歌怒吼着说道 他是怎么都没有办法 接受这样的事情 他娘的 这个你对我们说 那有什么作用啊 我们也是按照你的办法 去做的呀 当时我都还劝阻你了 这样会死的 但是你并不相信 不要废话了 这一件事情 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这些摄影 什么都准备了的 要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是可以看这个 你也是可以继续做实验的 哈哈 什么都不会 也是想要和人家张猛 这不是找死吗 一群人都是笑呵呵的说道 他们也是 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所以根本就看不起胡歌 这一次 胡歌却是下软了 他的心都是 不停的加快速度狂跳 他知道自己这一次要完蛋了 要知道 姚强可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胡歌失败了 那有什么好下场的呀 没有什么好迟疑的 胡歌是立马冲出去 剩下的人 则是迅速给姚强去电话了 姚老板 你的人似乎是出了一些问题呀 那些蛇是一夜之间都死去了 而且方法不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是已经说过的了 那些事情都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不知道的话 那是可以看看的 那个是负责人 他也是知道 姚强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 他是不想说那么多了 顿时 姚强暴跳如雷地说道 我知道了 现在那个家伙 朝哪一个地方去了 告诉我一下 我追 西北方向 好 挂断电话之后 姚强是迅速安排自己的小弟 猛哥出发了 三个小时之后 胡哥的尸体是被人在河边发现的 许多人都是认为这个家伙是自杀 但是真正知道情况的人却是知道 这就是背叛者的下场 反正在姚强的身边 没有办好事情的人 那都是会死的 不过姚强也是突然发现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自己这边的人 那好像是死了很多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还有那个配方出了问题 那就是他们被人给算计了 至于是什么人算计的 那是根本就不需要问的了 也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后 胡哥死去的消息 那是传遍了当地 这对许多人来说 那是十分震撼的事情 一些敏感的人 更是知道风雨欲来的情况了 要知道 胡哥不算什么大人物 但是这个家伙后面靠着一个大人物 一般的情况下 那都是没有什么人敢去碰触这个人 即使是有本事弄死这个家伙 那都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和大炮自然也是知道这个消息 不知道怎么的 他的身子有些颤抖 这是似乎是有些不是那么对劲 这是怎么看 都是有些让人心中胆寒的感觉 要知道胡哥是姚强的心腹 但是对方却是说杀了就杀了 而且还是没有一点余地 这让和大炮担心 自己也是会成为对方的猎物 这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他是有本事 但是架不住被人给阴了 所以他在知道这些消息之后 他是立马去找张猛 按照他想来 张猛应该是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或者是安排他出去避难 老板 胡哥已经被人给杀了 在见到张猛的时候 和大炮直接开口说道 他是想要看看张猛有什么打算 我知道了 谁知道张猛却是淡淡的反应 这让和大炮心中有些焦虑 他有些迟疑地看着张猛说道 老板 现在胡哥都已经被人给弄死了 想来他们应该是会想到 是我搞出的情况吧 这要是没有弄好 我怕我会被人给干掉 怕死 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要是因为害羞什么的 就遮遮掩掩的话 那是自己找麻烦 张猛也是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现在倒是有一个安排给你 那就是保护好赵丽英小姐 这一点你有没有把握呀 不是在这里 需要你背井离乡 还有就是在那边 你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的了 本来张猛也是没有这样打算的 但是最近赵丽英那边也是传来消息 有些人似乎是一直盯着他 似乎是想要对他动手 他希望张猛保护一番 张猛自然是不可能亲自过去 但是他找人过去还是可以的 面前的这个家伙 或许是有一些心思 但是他也是证明了 他是可以信任 况且这个家伙的老婆和弟弟 也在这里 所以张猛这才是安排他过去的 这一刻和大炮的心中 有些不一样的感觉了 他本来还以为 张猛只是当地的一个大势力 但是现在赵丽英这样的大明星 都需要张猛帮忙 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不愿意吗 张猛面无表情地问道 他自己倒是有打算 顿时和大炮连忙说道 不是不是 老板吩咐的事情 我肯定是要去的 但是我的老婆和兄弟 可以一起吗 不是我得寸进尺 主要是这一次 那些人可能不会放过我 和大炮也是不隐瞒 他是怕被人给报复了 一旦被人给报复 那是真的很大的麻烦 张猛思考了一番说道 这个情况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要看看两个人的本事 你也是知道 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处理的了 嗯 这个是 他们也是已经在外面 可以进来试试看的 和大炮也是早已经有准备了 所以他是立马让外面的人进来 当人进来之后 张猛倒是也明白 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试了一下这两个人的本事 发现两个人的本事也不小 这倒是让他有些兴趣了 这三个人都不是什么普通人啊 不过他也是不会去过问太多 反而是将心想的一些事情给改变了 要知道张猛之前这边一直都是没有什么人可以用 但是现在却是有三个人可以当大任了 那他也是可以改变一些东西 张猛将人给安排出去之后 他还没有坐下来 他的电话响起来了 来电话的是韩千锋 姚强的事情是你做的吧 韩千锋也是不含糊 直接就询问一个管家的事情了 是我做的呀 怎么了 张猛也是有些不明白 这本来就是好事情嘛 两个人都是和那个家伙有矛盾 这不该这样的语气吧 你呀 你现在这样做的话 那是会引起那个家伙狗急跳墙的 你知道那个家伙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他都已经是有些无所顾虑的了 韩千锋也是被张猛给弄的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或许是想到自己刚才的那些东西 不是那么合适 所以他是继续说道 我就这样和你说吧 你这次出手的话 那是没有将根底给做好啊 他都已经知道是你再算计他了 他可能会和你闹大 闹大 我呸 他主动来找我麻烦的 我还需要畏惧什么吗 反正不服就是干 他娘的 我现在还没有主动找他的麻烦 他就该偷笑了 张猛很是不爽地说道 按照他想来 自己是真的有本事做那些事 韩千锋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 他叹息一声说道 你不知道 那个家伙就是疯狗 你以为那么多年 我没有办法将他下面的四人给打下来吗 有的是办法 而且还不单止一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 因为他是会与死网拓 韩千锋也是因为 没有足够破釜沉舟的魄力 所以才是会这样的 张猛却是叹息一声说道 老韩啊 你这样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 你也不想想 他也就是看准你这样 那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你麻烦 我也是直接说了 我不怕他 他都已经到我面前这样 我还放过他的话 那他才是会变本加厉地找我麻烦呢 张猛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有人找麻烦 那就要不要有什么怂的 韩千锋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他悠悠地说道 果然 我还是年纪大了 什么东西都是畏手畏脚 这一点我明白了 你需要什么帮助 你直接告诉我 我和你一起出手 他娘的 我也是早就想要干掉那个家伙的了 这样的情况下 张猛是笑出来了 这一点没有什么 我也是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将他下面的人给铲除了 后面我们才做更加进一步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 你认为如何呢 张猛也是有些迟疑地说道 因为他不知道 韩千锋是否会一起参合 有些东西 大家的需求程度不一样 这个自然是一起了 他娘的 之前我也是一时间有些迟疑 现在我是没有什么好迟疑的了 反正不服就干 韩千锋也是豁出去 他是选择最为直接的手段 两个人就已经有一个异象 后面又继续商量了一番 该怎么做 将谁给当成是第一个目标 这不 一下子就将剩下的一个猛哥给处理了才是 猛哥是靠坑蒙拐骗起家的 他的那些小弟做的就是仙人跳的事情 至于他则是更加直接了 那就是做一些敲诈勒索的事 你说 你真的是没有钱了吗 你这是在欺骗我吧 我可是知道 你好像还有一栋房子吧 猛哥坐在椅子上 居高临下的看着一个老农 那个老农也是慌了 他连忙说道 不要啊猛哥 我是真的没有钱了 我的钱都是在这里 那一栋房子 是我给我儿子结婚生孩子用的呀 不能够动 不能够动啊 这个老农也是一个可怜人 因为有些贪心 所以是被人给忽悠弄一些钱去放贷 一开始还是顺顺利利的 一下子就赚了几千块 只是在后面 他的心被人给忽悠了 竟然去借了一些高利贷去放贷 这一下子就麻烦大了 要知道 之前那些放贷的人 也是因为钱被准时给拿回来 那才没有什么 但是这个老农的钱 没有办法收回来 这些利息却是不断地叠加 于是就搞出更大的麻烦 当然 老农是不可能知道 这些人从头到尾都是猛哥的人 他之所以这样 那也是因为 他想要将这些人的土地给圈了 哈哈 你的东西是不能够动 但是我的钱呢 你这样的话 那是让我很为难的呀 你真的以为我是白痴吗 什么都不给我 你就这样看着 有东西可以拿吗 猛哥冷冽地说道 他是已经没有耐心了 在他看来 自己这样的人 愿意出来诈骗这个老家伙 那都已经算是 给这个家伙面子了 现在 这个老家伙 竟然还不给东西他 这不是找抽吗 我真的是没有啊 猛哥 求求你大发慈悲吧 我这些钱 那是已经不在身边 我的家 那是唯一住的地方啊 老农是哭得很悲呛 但是 这也是没有办法 改变他现在的情况 猛哥是直接将老农 给押送到外面了 他的意思也是很简单 不需要杀鸡儆猴 只要给这个人的家庭 看谈他的悲剧 那就会有东西的了 与此同时 熊辉也是在张猛的车上 他有些颤抖地说道 张老板 你这事情 真的是认真的吗 要知道 开工没有回头见 要是你真的动手了的话 那你和那个家伙 那从此就是 鱼死网破的局面了 哈哈 这个事情 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呀 反正现在要是 不将人给干了 那后面的麻烦 也是一样会有 况且你也是知道的 最近那么长时间 那个家伙 是一直给我找麻烦 真的以为我怕他吗 反正 韩前锋不想弄出太大的动静 但是我确实不会是如此 我要和他拼了 张猛也是一个很利益的人 既然都已经准备动手 他自然不要 可能会有什么迟疑的 他也是已经找到了 猛哥的一些犯罪证据 现在就是等着这个家伙 出现问题 熊辉也无奈 既然张猛都已经打算这样 他自然就是爆发的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熊辉的手机来了一个电话 队长 你快点过来 那个猛哥好像是想要将一家人的房子给占领 那一家子 现在正在和他们对抗 一个小警察给熊辉电话 就是告诉他这样的情况 熊辉也是心中一紧 这一次是直接爆发冲突了 现在也是可以去办事了 反正这一次 也是要拿下那个家伙 情况出现了 猛哥竟然又出来诈骗了 熊辉看着张猛说道 他的眼神也是有些闪烁 又出来 张猛有些迟疑地说道 可以具体说说是什么情况吗 这个情况很简单 那个家伙一直都是诈骗的老手 我们每一次去那边的时候 那都是没有办法拿下他 因为他身边有法律的高手 什么条文都是清清楚楚 甚至也是没有违反法律 这也是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就是想要抓他们都没有证据 熊辉也是不得不感慨一声 现在这些犯罪分子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张猛眯着眼说道 这一次他是走不了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为了这一次的事情 张猛也是有很大的准备 熊辉心中都有一些畏惧 他就知道张猛不可能无缘无故做什么 不过既然那个混蛋会被干掉 那也算是好事 很快 他们开车到那边 不要啊 这是我家的唯一一套房子 你要是弄走了 我们家都是要住在街边的呀 你不能够这样 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这位大哥 我们家是做错什么了 但是你也不能够这样吧 悲惨的哀求声是出现在那边 他们的声音很大 一下子就让周围的人都看过来了 但是那些人也只是敢在远处远远地看着 至于其他的情况 那倒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和你们说 我这是法律都保护的行为 你要是不知死活的话 那也不要怪我不客气的了 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将东西交给我 要不然我废掉你 猛哥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仁慈的心思 况且他也不可能会畏惧这些人 所以他是做得十分肆无忌惮 周围倒是有人看不过眼 但是看不过眼 那又怎么样啊 谁敢上前去找麻烦 这不 一个个都是低着头沉默了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熊辉带着几个警察出现在这里 张猛则是在在后面跟着 有些地方 谁是主角 这是要分清楚的 要说要光明正大的将人给办了 张猛就不能够走在警察的前面 猛哥也是有些头疼 这一次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一下子就有警察来的 哈哈 这里没有什么情况 我们都是在这里看东西 怎么 你有事情吗 猛哥虽然不明白 但是他也是一个十分狂妄的人 要是一般人看到这一幕的话 那是肯定会害怕的 不过猛哥不一样 他看这些警察的次数 那是比这些警察家人看他们的次数还多了 反正每一天猛哥都会去警察局溜达一下 有些时候是被抓进去了 有些时候则是去那边溜达 没有错 这个家伙就是那么的嚣张 看来 这个家伙 那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竟然还敢这样 对你们 好了 这样的事情 那是我来处理 我肯定是会让他知道 花儿为什么会这样的红 张猛也是站出来了 他本来是不想站出来的 但是看到对方如此模样 他是不得不站出来了 熊辉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要是有人可以将这个人渣给拿下的话 那他也是会十分的高兴 猛哥自然也是认识张猛 他脸色聚变说道 张猛 我们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呵呵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 那也是很简单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有什么情况罢了 张猛很是随意地说道 但是他却是拨通了一个号码 将人给带过来吧 是 那边是乔庄的声音 不知道怎么的 猛哥就是不安心 好像张猛这个家伙 就像是吃人的猛虎一样 不过还没有等他说什么 张猛却是又说道 不好意思 这一次我是肯定要和你好好亲热一番的了 实际上 我一直都是在想一件事 那就是为什么你这样的家伙 竟然会有一个法律高手帮忙 待会你进去之后 那个高手的地址给我 我去拜访一下那个家伙 看着张猛这样自顾自地说话 猛哥是越发的害怕了 哼 你这是吓唬谁呢 我一直都是在做正当合法的生意 猛哥也是很是不要脸的说道 王八蛋 你这要说是正当的生意 那有什么不是正当的呀 警察同志 面前的这些家伙 都是放高利贷的 你们都要将这些家伙给抓起来啊 王八蛋 你说什么 你信不信我 给你一个好看啊 老农那一家子 那是抓住唯一的机会 拼命呐喊了 张猛则是笑了笑说道 这一点 警察肯定是会为你们讨回公道的 但是以后你们也是 不要那么贪心了 有些东西 要是那么容易赚钱的话 那是谁也不会继续去混这一行 这一点你们明白吧 这个 明白了 一群人都是很肯定的说道 很快不远处就有几辆车过来了 车上有几个人 猛哥看到那些人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这一次算是彻底完蛋了 猛哥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人给盯上的 但是他之前弄来演戏的家伙 那都是被人给抓住了 熊辉也是一脸错愕 因为他一直都是在找这几个家伙 但是每一次都没有找到 如今看到了 这倒是不错的感觉 这些家伙是给你们的礼物了 希望这一次你们不要让这些家伙 再度有机会翻身 犯罪的家伙 那是要惩罚的 张猛也不想露出太多的东西 因为这一次耗费了许多的资源 要说他在这里展现过多的话 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被人给这样盯着呢 张猛 你告诉我 你是怎么办到的 要知道 这些人之前都已经被送走了 既然都已经知道这些人在张猛的手上 那也是不可能有什么改变的了 猛哥也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 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 只不过是因为靠着首富 所以才是可以活得滋润 但是现在他知道 自己也是可能会死 而且还有可能会是和姚强的兄弟 一起死在监狱里面 哈哈 这个事情 那就是一个秘密 你以后还是自己去监狱思考吧 反正我就是一句话 要是可以的话 你还是不要继续这样作孽了 你这样的人 那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张猛也是一番好心的说道 但是他的话语 却是让对方有些无语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 警察是将这些人给带走了 不过周围的人 眼神却是不一样了 老徐 你还是要感谢一下张猛老板啊 要不是有他的话 那估计你是家破人亡的了 你也是的 真的以为那些高利贷是可以赚钱吗 要是那么容易的话 那还需要你 我们都是去办了 得了吧 都少说一些话 大家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呵呵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许多人都是在笑道 他们的话语 也是让那个老农扑通一下 跪在张猛的面前 恩人 这一次要不是有你的话 我是真的怎么死都不知道了 别的不说 这一次的跪拜 你是怎么都要接受的 你这是怎么了 起来啊 我也是没有做什么 反正以后 你们自己看着点就是 张猛也是不想 搞出太多的问题 因为他也是很清楚 这些情况不是那么容易处理 恩公 这次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话 我们家真的是被当家的给弄死了 张猛老板谢谢你 老徐一家子都是在那边拼命感谢张猛 许多人都不明白这样的感觉 但是张猛却是知道 要是在没有希望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帮忙 那是多么的有快乐的感觉 不过即使是这样 张猛也是没有说什么 他只是静静的离开了 当张猛离开之后 这些人也是眯着眼 他们的心情有些复杂 我一直都以为 张猛老板是一个只顾赚钱的家伙 但是现在他的表现 那是让我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你们知道 刚才那个人是谁的下面吗 我见过一次 这个家伙是去了首富的家里面 我说他怎么一直都是那么横行八道 原来是这样 哼 什么时候首富变成张猛老板才是 要不然我们以后的日子都难过了 人心就是这样 在知道张猛的好 许多人都是希望张猛更好 这也是正常 因为姚强之前有个兄弟 那是一直在当地横行 结果还各种肮脏手段出来 最终被张猛这边给处理了 现在这些家伙 也是希望张猛继续这样 况且 张猛要是当首富的话 那估计会更加卖力照顾大家吧 砰 一个杯子是直接被甩出去了 姚强是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有一天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下面的四个人 那是一下子就被张猛给铲除了 而且他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要说几个办事不利的话 那死有余辜 但是谁知道猛哥竟然也是陷进去了 刚才一个小弟来电话的时候 姚强感觉到自己的世界都被人给干掉了一半 奶奶的 这个王八蛋是早已经盯上我这里了 好 既然你敢这样做 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你不是在意你家里面吗 我倒是看看 你家有多少人可以死 这一次 我肯定会让你知道什么是错误 姚强这些年一直都是想要洗白 但是现在他知道自己是没有可能的了 所以他也是已经不去想那些了 因为张猛不死 那他的麻烦就不会停止 还有那个熊辉 竟然找他的麻烦 这是不知死活 所以他也是想要将人给废掉 这不 姚强是拨通了一个号码 那是在这个市里一个牛人 或将是当地最为牛逼哄哄的商人 那他拨通的这个号码 那就是当地最为牛逼哄哄的人了 要知道 平时他是不愿意和这样的人接触 因为这些人一旦接触到了 那是有可能会没有办法脱身的 但是现在他却不是这样认为了 要是张猛不灭 他的心情都无法平静下来 哈哈 什么时候我们的首富也是会给电话我呀 姚强的电话刚刚拨打过去 那边就一下子接通了 不过那个人的言语却是有些嘲讽的感觉 也不知道是不爽姚强没有反应 还是因为其他的情况 姚强眯着眼说道 这一句话就不要说了 你这是在破坏我们的情感 还有我也是想要告诉你 我现在想要和你见一面 你要是方便的话 我去市区一家餐厅和你见面 不过我需要保密 哈哈 你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 反正现在可以跟踪我的人 那是还没有出事 倒是你也是要悠着点 要是被人给跟踪了 那反而是麻烦的事情 那个人也是很随意地说道 显然对方是一点都不在意姚强的身份 姚强硬打了一声 就约定了餐厅的位置 就出门了 不过姚强也是知道 自己有可能会被人给跟踪 所以他是换了好几辆车一起出去 然后在出去之后就分散开来 窝草 这个家伙是想要干什么呀 怎么一下子就换了那么多车的 而且还是分散离开了 现在几个方向都有 我们该去哪里 每一个方向尽量一辆车 不过那些有监控的地方 我们倒是可以放心 待会都还可以想办法查询到 但是那个潮市区那边去的 我们还是想办法跟着 好 我现在给老板去一个电话 门口那些跟着的小弟 也是有些错愕 所以他们是迅速拨通了张猛的电话 因为找是需要支援的 要不然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跟着人 张猛倒是也是利索 直接让他们将那些车辆的方向抱出来 随即就让人去跟着了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人的跟踪 这才是让张猛这边 可以一下子就干掉了 摇墙下面的四个人 现在他也是在思考 这个摇墙该怎么干掉了 老大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现在摇墙下面的人 都已经剪掉了一部分 要是继续的话 那就只能够动他的了 只是那个家伙 似乎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关系也是十分硬 乔庄有些沉吟的说道 他是真的想要干掉摇墙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他好像没有这样的办法 这个我自然是知道 但是现在的情况 大家都是有些为难 你也是明白的 想要干掉那个家伙 那是要有足够的证据 而且还是要定死那个家伙 除非是郑家出手了 要不然就我们的话 那是够呛 张萌也是思考到这一点 所以他才是没有去动的 乔庄也是知道 那郑家是什么存在 只是他怎么可能会让张萌 去找人家呢 毕竟现在他们是已经完全靠自己 所以没有和人有什么大关系 这样才是安心不少 要是和人有什么大关系的话 那以后的麻烦就大了 想到这里 乔庄立马说道 这个还是看我们自己吧 反正那个家伙 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还有猛哥也没有死 应该是可以敲开嘴的 只要有人开口 那后面的情况就好多了 这个希望吧 张萌倒是对这个 不是那么抱着希望的 因为他都是很清楚 猛哥估计也是清楚这些情况 一旦开口 那是有可能实死无生 老大 我想我们应该是可以抓住 那个家伙的软肋 逼迫那个家伙说话的吧 这个我倒是知道 但是怎么抓 这也是有一个说法呀 我亲自去和他谈一谈 不管是什么情况 那都不能够让张萌 继续亲自出马了 要是什么情况 都是需要张萌出马 那以后一旦有情况 那也是张萌一下子 就被人给干掉 这可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乔庄是尽可能的自己来了 张萌也不反对 所以就让乔庄去了 要知道正常的情况下 乔庄是没有办法去看到猛哥的 但是因为有关系的缘故 所以他也是有机会 在警察审问了猛哥之后 去见人了 当然猛哥对于自己的犯罪情况 那也是没有什么否认的 但是关系到姚强的事情 那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也不知道是因为义气 还是因为别的缘故呢 乔庄来到这边的时候 猛哥是正在呼呼大睡 小猛 出来吧 有人看你了 你给我安静一点 不要乱说话 明白吧 一个警察看着正在睡觉的猛哥喊道 猛哥在睡眠的时候 那是很讨厌有人打扰的 所以他是想都没有想地说道 他娘的 你说什么呀 呵呵 怎么 你还有想法是吧 那个警察却是没有想到 猛哥竟然会来那么一句话 但是他也是没有愤怒 只是冷冰冰的来了一句话 顿时 猛哥就清醒过来了 他连忙道歉说道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是睡觉睡糊涂了 唉 你睡糊涂了 这一点我倒是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 我也是只有一句话 你要是给我弄出什么问题 你就等着吧 警察冷冰冰的说道 他很是讨厌这些人渣 但是因为法律 他只能够看着 不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猛哥现在是想要给自己一巴掌了 要不是自己喜欢睡觉 那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只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只是他也是在想 这是谁来看他呢 当猛哥出现的时候 他看到乔庄 张猛和姚强斗得那么厉害 下面的人自然是知道 对方的人是什么人了 至少这些关键的人 那是知道的 你来干什么呀 我这不是想要过来看看你的情况吗 奶奶的 别废话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要回去了 猛哥是多一惊 和都不敢和对方说 谁知道自己和对方的言语 那是不是会被人给传出去啊 哈哈 怎么 你还是在想 你这样的言语 那是不是会被你老大给知道吗 实际上 我要是你的话 那我是巴不得被人给知道了 你也不想想 要是不知道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明白吗 乔庄一下子就一大堆的话语 为的就是让对方明白 这事情该怎么办 不过猛哥也不是傻子 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放心 这里也是没有什么监控 我们都是名人不说暗话了 我现在只有一点要求 那就是你和我合作 将我想要的东西给我 我保护你的家人 这一点你认为如何呀 乔庄很是平静地说道 虽然说是祸不及家人 但是许多的时候 那些小弟的家人 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些家伙 自然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了 要说去哪里了 那就是被人给灭口了呗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猛哥的情绪 稍微有一点波动 你既然敢这样说 那是想要自己也是这样吧 呵呵 乔庄很不屑地说道 我无亲无故 我怕什么呀 至于以后有人这样做 我也是不可能阻拦的 这个事情 你们自己也是做了不少吧 要是我没有猜测错 当时去劫持和大炮家人的家伙 那都是你们的人吧 哼 猛哥也是知道 自己这边做的先犯了规矩 但是还没有等他坑死 乔庄又随意地说道 得了吧 我们都是个为其主 有些事情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现在你和我合作 将我想要知道东西给说出来 那谁都好 我知道你有东西的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猛哥是真的想要走了 但是谁知道 乔庄又来了一句话 刚才摇墙开车出去了 而且还是好几辆车分散离开的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 但是几辆车在这当地转悠 还有一辆车是朝市区去的 我想你知道他去那边干什么吧 要说在乔庄说前面的时候 猛哥都是十分平静的 但是谁知道 在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猛哥却是有些紧张了 他有些严肃地问道 你确定那个家伙 是真的去市区了吗 是啊 这个我有什么好欺骗你的 反正我知道 有一辆车去那边了 至于是不是他去的 那我不知道了 乔庄也是感觉到 猛哥可能知道什么 但是他还是没有欺骗对方 有些东西就是慢慢说的 要是说多了 谁知道会是什么样 听到这一番话 猛哥的眼神有些惶恐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他现在去那边干什么呀 在市区也是没有什么情况 要是去的话 你知道的情况 那是肯定比我们多了 我也是不怕告诉你 这一次他之所以去那边 要不然就是弄死我们这边 要不然就是弄死你这个家伙 乔庄的语言很是简单 但是瞬间让猛哥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的身子更是在不住地颤抖 因为乔庄是真的说对了 乔庄本来是随口一说的 但是当对方这样反应的时候 他却是真的被吓到了 我靠 我不会是这样都说对了吧 要是这样的话 那麻烦就大了 想到这里 乔庄是立马看着对方说道 你知道什么东西 你现在给我说出来 要是我们出了情况 那你也不会好过的 要是我们没有出现什么情况 那你更是会死无葬身之地 不管怎么样 猛哥都是有可能会被人给灭口的 猛哥也是想明白了 他看着乔庄说道 我要是说出一些东西 那你们有没有办法保护好我 要是我死 那我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这个不一定 我也不敢给你百分百的保证 有些东西我想你明白的 即使是我们老大的哥哥 那都是死在里面 至于是什么人做的 我想你也是明白的 虽然后面那个家伙 是付出了代价 但是也没有什么作用 乔庄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他知道 要是现在糊弄对方的话 那是肯定不会成功 还不如这样说比较好 听到乔庄的话 猛哥也是明白这一点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道 好 我相信你们的真诚 现在我也是有一句话 想要告诉你们 那就是保护好我的家人 给我一个理由 乔庄笑了 而且还是十分的高兴 他知道自己这次成功了 猛哥也是有些急切地说道 我告诉你们 他去干什么 这还差不多 你的家人在哪里 我可以代表我老大答应你 反正我老大也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人 只要你的亲人没有什么罪恶的话 那我们也不会见死不救 乔庄知道有些东西 那是不好说的太过虚 反正他也是有原则的 我家人是无辜的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我家人的地址 你靠近 我告诉你 猛哥为了自己的家人安全 所以他也是率先开口了 乔庄靠近过去 对方迅速爆出了一些东西 然后乔庄就明白自己该怎么办了 好 我先走了 不过我也是有一句话 你的安全 我们不会保证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保证 人家要杀你 我们也没有办法救你 这一点不需要你们说 我自己都知道 那行 乔庄说着就准备离开了 只是在乔庄转身的时候 猛哥却是大喊道 告诉我儿子 我知道错了 让他以后即使是去讨饭 那都不要和我这样 人总是要到最后的时刻 才明白这一点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违法犯罪的事情 那是怎么都不能够做的 做了都是会出现大麻烦 想到这里 乔庄也是直接去找张猛了 什么 你说那个家伙 现在去找杀手了 这是脑子进水了吗 他娘的一个首富和这些勾搭上 即使是对我们做了什么 那都是有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张猛很是无语地说道 在他看来 这完全不应该呀 谁知道乔庄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有什么奇怪的 要知道 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用了 所以只有这样的下三滥的手段了 就在张猛准备说话的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来电话的是情报贩子孟老板 对于这个孟老板 张猛也是有些疑惑 这个家伙是想要干什么 有什么事情吗 张猛很是直接的问道 这个事情有些复杂 那就是张猛先生 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有危险 当地一个隐藏在黑暗之地的组织 现在接了一个任务 那就是将你身边的人给猎杀了 一个人一百万 所以我现在是来告诉你 你还是小心一点更好一点 孟老板是一个实在的人 即使之前是想要和张猛合作 没有成功 但是依旧是没有改变什么想法 反而是继续给张猛提供一些消息 甚至还想要和张猛这边纠缠在一起 张猛听到这个消息 那是彻底被震惊了 要知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消息 奶奶的 你知道那些人在哪里吗 张猛也是暴怒了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会需要面对这个情况 本来还想和和气气搞定问题的张猛 那是已经不去 想这个艰难的问题了 看到张猛这样 乔庄也是反应过来了 张猛这是出情况了 想到这里 乔庄立马问道 老大 我们是不是要将那些人 给送到别处去啊 这看起来是有些懦弱 但是谁知道 这后续会是什么情况啊 小心使得万年传 只要是安全的问题 那都是没有什么小事情 张猛也是在思考 随即他开口说道 要是我们现在 将人给送走的话 那你认为 现在送到哪一个地方 去合适啊 要知道 张猛身边的人不多 但是也不少 随便被人给弄死个三五个 这些家伙人心惶惶不说 反而有可能会让张猛这边 直接倒下来 这个的话 要说送人 我也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怎么也是好过在这里吧 要知道 一旦那些家伙出现在这边的话 那我们这边是真的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人 乔庄也是考虑的很现实的问题 主要是没有办法保护好其他人 想到这里 张猛想了想说道 他们这样的话 我们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可以吗 不要 乔庄也不是那种迂腐的人 但是他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 现在摇墙是因为 猛哥有可能会开口 这才狗急跳墙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跟着 要是这样跟着的话 那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更加被动 姚强身上的那些肮脏点是太多了 之前是没有人动他 但是现在有人动他 只要给多一点时间 那自然是可以挖出来 张猛可不一样 张猛到现在为止 那都是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即使是有人想要拿来做文章 那都是没有办法搞出什么情况 这也就是一个光脚和穿鞋的人对比了 在没有必要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那张猛自然是不可能去将自己给变成肮脏的了 他娘的 现在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莫非还真的祈祷摇墙被蛇给咬死啊 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倒是容易了 张猛是真的有想过 将那些蛇给送到摇墙那边 这样可以迅速将摇墙给废掉 谁知道 乔庄眼神有些怪异的看着张猛说道 老大 即使你有这样的本事 那也不要这样做 因为许多人都是不想要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 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和谁敌对 要是这样动不动就这样暗地杀人的话 那肯定是会对许多人给抵制的 他娘的 张猛很是气恼的说道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办法呀 警察 我们这一次找警察 而且我们也是要找孟老板了 我想那个家伙既然都已经有这些消息 那明显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乔庄是很清楚孟老板的心思 之前他们是不想这样做的 但是现在都已经有些大麻烦了 那要是还如此的话 那简直就是自己找死 好 只要那个家伙的条件不过分 我什么都做了 他娘的 真的以为我好欺负不成吗 张猛也是已经忍无可忍的了 反正孟老板需要入股的话 那就入吧 随即 张猛给电话孟老板了 孟老板此刻还在看着电视 结果张猛电话来的时候 他脸上满是笑容 他知道自己这次对了 张猛老板 有什么事情吗 刚才你那个消息在哪里来的 你还有更多的消息吗 要是有的话 我和你谈谈具体情况 你认为如何呢 好 我这边自然是有了 你那边方便吗 我现在去你那边 要是其他人的话 那孟老板还是会端着架子的 但是现在这个是张猛 他又不是脑残 为什么去给自己找个自在啊 只要去到张猛那边 那就是有许多的东西了 果然 在到张猛那边的时候 张猛已经准备好了许多的吃吃喝喝的东西 当然 这也只是其中一点 后面的是张猛还准备了自己的底线 说吧 我要是想要弄死姚强的话 那我需要付出什么东西 不要糊弄我 我只是想要和你合作一次 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 我想要入股你的所有产业 相信我 这会是你最为美好的决定 孟老板的心思却是更大了 和之前说的那些东西 那是差别十分大 张猛眯着眼说道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吗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